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网站叫做Ogo Hong Kong 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为它是集合了很多外国的小众品牌 然后很多产品都会是Clean Beauty 无动物测试是Vegan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适合一些喜欢发挖小众品牌 很喜欢找一些宝藏品牌的朋友 然后我就去了他们的活动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不同品牌和产品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来一个开箱 顺便分享我的第一印象 然后在活动我也有拍到少少的片段 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去Event的时候 其实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看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 我们现在立刻开箱 我总共收到六个不同品牌的产品 然后最有兴趣是一支温泉水 因为它是来自罗马尼亚 这个牌子它是写着Romania 究竟我们有多常可以接触到 关于来自罗马尼亚的美妆产品呢? 所以我自己是很想很想试的 亦都在这里和大家第一次去试 它和平时那些温泉水保湿噴霧的头是差不多的 这种噴头噴的距离要预多一点 你就会感觉到霧化的 然后如果太近 由于它有很多水噴出来 都会比较湿的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它会做到 所以它会做到的 包括Suffering、Purfiring和Repairing 可以用一个敏感肌 我觉得来自罗马尼亚 这件事已经将我的兴趣大大提升了 然后第二个牌子 就是这个Glow Hub 是来自英国的 是一个维典 是没有动物测试的 然后这支精华 它里面会有透明质酸 有PGA 就是很普通的做保湿 然后做到一个令皮肤吸收的水分 再锁水的效果 然后打开出来 它的包装很清新 是一个很sharp的黄色 相对是透明的精华 然后有流动性 通常这一种的透明质酸精华 它都会在皮肤有少少停留 然后慢慢吸收 这一款都和我平时用的 有些相似 它的保湿力 是会感到一种滲下去的感觉 会是一个很基本保湿的精华 刚刚手上很大的这一盒 是一个Diffuser 然后我有打开过 因为我要拆了胶纸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 粉红色很少女心的包装 它是一个很甜的花香味 它的成分是可持续发展 然后包装是可以recycle的 然后可以用到四个月的时间 它说它的香味 这个是很适合放在我这间房 它是很适合女生 或者是有些朋友很喜欢甜甜的香味 放在睡房里 我都觉得是很舒服的 里面是有包装五支这些棒棒 就可以插在这里 后面如果我这个Diffuser 用完的话 我都会转这个 味道真的挺香的 我去OGLO的节目之前 又上过他们的网上 然后看不同牌子的背景 这个牌子的创办人 他写了整个职业生涯的故事 是看到很哇的 所以我是很有兴趣这个牌子 然后刚刚那样闻 我都觉得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市场 大部分女生 应该喜欢甜的花香 一定抗拒不到这个味 然后另一个也是关于香味 就会有Plant Therapy 这三个不同的Essential Oil 它是来自美国的品牌 一样都是没有动物测试 然后它三款都会有不同的功效 例如有Relax 然后是可以帮助睡眠 亦都是令人放松 然后解压的一个套装 扎一不如状一 我现在就开了它 我看到Yoyo是有他们的手提香粉机 我觉得很方便 用来去旅行应该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也打算自己再入手 闻下去是很草本的味 不是那种偏甜 或者是很婚衣草 我想婚衣草应该是帮助睡眠的这个 因为通常都很typical 没错 就是那种很raw的婚衣草味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可以减压的味道 都是一些很舒服 很蒸油的味 可以根据不同的心情 那天不同的状况去用不同的Essential Oil 然后另一个牌子 我当天去Events的时候 创办人是有在 去介绍 我都觉得是挺有趣的 叫做Antifolta 是一个关于女性私密保养的牌子 然后呢 它是结合了一些中药的概念 那些成分在里面 它是可以做到很温和 然后去平衡 pH值 然后做到一个清洁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GEL 看上去是否好像一些很漂亮的精华 其实它是一支丝密部位的清洁剂 然后在这个设计里面 我自己最感兴趣 是有一包包 是类似一些濕纸巾 但它专用一些丝密部位 如果大家可能period来的时候 我们出街烤了很久 或者是做完运动 那你呢 是可以很方便 就是用这一种便携妆 可以在外面做一个简单的清洁 未来去旅行 我一定会带它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是丝密部位有任何不舒服 然后整天都很哆哆乱的嘛 而且我看到它是有一支spray 是非常之小效 是可以放在一个袋子那里的 然后就是专门设计给丝密部位的 那我现在不如闻一下味 因为我很怕是有一阵很厉害的中药味 它真的有中药 总之是有一种甘甘的味 近水楼台 我用水去噴一噴 它不算是那种起得很厉害的 然后是很滑的 现在摸下去是有一种保湿感 不是那种清洁力很强 收光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的初步印象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要开的 就是来自英国的OPV Beauty 它应该是一个很多很多颜色的眼影盘 我没开过来看 我很想在拍片的时候 和大家一起去开箱 我很久没有试过拥有这么多颜色的眼影盘 全部的颜色都是金属色 或者是一些闪粉的颜色 是正宗我的下怀 它是薄的 但是这个尺寸是在家里自己很开心地玩的 不是一个可能是去旅行的眼影盘 接着我们试一下粉质 它的闪粉不是那种濕润型的 但是也不会飞粉 我第一次摸 它都没有粉是掉出来 或者是摸到旁边 然后试色的时间到了 它的 夸张 完全没有想过它的闪是这么厉害 推开了之后是很滑 然后不会有很强劲的火粒感 它也是没有动物测试的 然后它是伦敦的牌子 但是这一盒的眼影是在韩国做的 Made in KR 我想应该是韩国 我本身是觉得这么多颜色应该都很澎湃 但是完全是被效果吓了 我现在试多两个不同的颜色 我自己也是很好奇 究竟它的表现 是不是除了那些红色是这么厉害之外 可能一些大地色是怎么样 这个位置 可能用得多韩国的眼影 突然用回欧美的品牌 就会觉得 哇 这个闪 一盒35个颜色 然后网站是现在减价249元 cp值 然后性价比是非常之不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都觉得是挺值得的 虽然我也知道这些颜色 未必是每个人日常都用到 但是一些喜欢玩化妆的朋友 我觉得是不能错过 那我就开箱了六样不同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有 然后不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些品牌 然后它们又可能是cleanbeauty vegan 没有动物测试的话 有些朋友有兴趣 都真的很值得去这个网 看看 好了 开箱完 不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去一些活动的小花水 因为大家有机会好奇 平时只是一些IG story 但是究竟在这些活动的时候 场地会是怎样 然后会有些什么 然后我们是会经历些什么活动 希望大家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Hello 今天带大家陪我一起参加Event 看看到时候会有些什么 我们现在Let's go 有时候去Event是会有Dress Code的 所以我尽量都穿得斯文一点 是华风华雨的一天 我们来到Event的场地了 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们是去OGLO的Event 今天去这个Event是有食物提供 正的 好像去吃Buffet 好开心 好开心 今天OGLO已经登陆了香港了 而今天的活动主题就是 Buffet Mucks Let's go 首先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来到来 这个安全水里面就会有抗物质的成分 可以帮我们基夫做一个浸症 还有舒缓 因为我们收光位 突出一点的话 在做一个沿沿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沿沿的波测 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医药 确定 所以这是很喜欢的 她在香港和其他用品牌 跟我一起 今天認識了很多牌子 其中一個是Annie Flota 是一個女性絲襪保養的牌子 她有用中藥的成份 我覺得蠻有趣的 去活動的時候 都是認識品牌 了解不同的產品 因為在他們內部介紹產品給我們 我們會更加知道有什麼是Hidden Gems 怎樣的用法 怎樣才是最好 怎樣發揮他們的功效 就可以令我們分享更加立體 更加具體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介紹 因為未來的食誕節 或者是有朋友 想送禮物給自己的親朋戚友 我也覺得這個網站 是挺有趣 挺有興趣 因為裡面很多牌子 都不是我們逛街會看到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很怕 買了一些別人家有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這裡撞板的機會 沒有那麼高 然後全部東西的價錢 都非常之不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我會把資料放在Infobox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